平书快餐 民国军阀演义 延西山第八章 日军的进攻 使延西山元气大伤 太元失守了 山西的半壁河山 沦陷在敌人之上 近随军 也损失了十有六七 延西山知道 山西领土 随陷入敌手 但毕竟是多年经营的地方 如果我延西山离开山西 我将一无所有 那么只有在山西坚持 就是胜利 就能生存 1940年4月 延西山把司令部 迁到了山西西部 极限的南村坡 赶这部队 搬到这来了 这延西山一看这地方安全 但是一听怎么办 南村坡 南 南困难 南哪 好南哪 真南哪 这南不好听 啊 改了 他就把这南村坡呀 改成了柯南坡 我要 我要克服困难 渡过这坡 他还把1940年命令为柯南年 延西山在此坚持了五年 一直到抗战结束 延西山当时的处境是非常的艰难 他控制的只有是七个完整县 还有一小部分地区 他北边有共产党 东边有日文兵 南边有蒋介石的六个中央军 我们的延西山吃穿的都是问题了 为了生存 他到了这柯南坡以后 派兵挖了好多窑洞 你把延西山是住进了窑洞 他给这窑洞呢 起了好多名字 什么烘干窑 火烧窑 成砖窑 说这不烧砖呢 不不 他起的什么石干糖 乐干糖 反都糖 他把这窑给改成糖了 延西山在此生活是十分艰难的 延西山呢 对此深有感触啊 他没啥事就对底下的一些将官说 二战区就是我生死之地 我们离开此地 哪里还能容得下我们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山西的地方 这就是我们达出生路的地方 即便一死 这个地方也比别的地方好 那么随着事态的发展 延西山现在越来越担心了 他担心的事好多 一个是山西沦陷在日本人的手里 自己能不能把山西夺回来 另外他看到共产党的军队日益壮大 他更担心 万一我啊 夺不回来 这共产党把山西夺过去怎么办 不行 我得给他下这儿伴子 下这儿伴脚石 他还害怕这蒋介石 这蒋介石万一夺了山西怎么办 可以说延西山拿他的山西的命一样 他爱这里的每一寸土地 所以他不许别人在他这片土地里头 种上一粒的种子 当他看到八度军日益壮大 另外老百姓非常欢迎八度军 感觉延西山啊 真就有点吃醋了 这醋啊 吃的还很大 很多 他跟底下那些将官们曾经说过 蒋介石 蒋秃子 不可怕 没啥可怕的 扎着糊糊的 经过这么多年 我跟他较量 这人呢 没脑袋 整个他那脑袋呀 就是一个葫芦 土葫芦 可毛泽东可怕 毛泽东是干大事的人 所以我们加小心 就要加小心共产党八度军 加小心毛泽东 咱们随时注意 这个延西山呢 到了这种情况 还十分提防了共产党 简断解说 因为考虑到咱们这是评书溃残 中间有好多小事 咱们就略略交代过 这里边呢 延西山又跟日本人暗中进行了勾结 由于种种原因 没有勾的成功 他跟日本人勾结的意思 就是想消灭八路军 因为延西山确实怕八路军 他又觉得日本人没什么好怕的 你在我中国土地能待几天 可八路军 共产党将来是我延西山对手 暗中排挤八路军 暗中的迫害共产党人 但是有时候 因为战事的需要 他还用着八路军 用到共产党 马上就贴近八路军 贴近共产党 就这么说吧 反反复复 一会反八路军 一会排挤共产党 一会又贴近八路军 一会又贴近共产党 反反复复的 我们这延西山就折得上了 折得来折得去 简短揭说就到了1945年 这个抗战形势迅速朝着 有力我方的方向发展 全国各解放区相继发动 春季攻势 夏季攻势 把日军压缩到各铁路交通 年线和较大的城市 使其日本军队完全处于 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 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欧洲战场 同盟国采取了决定性的胜利 5月8日 德国法西斯 无条件宣布投降 预示了日本法西斯灭亡的日子 也不会太远了 阎西山观察时局 明白了 日本人如果要一撤 一败 我得赶紧着手抢地盘 抢回我的太原 别让共产党瞎了手 所以他暗中告诉底下将领 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立刻下手抢地盘 这共产党啊 咱不能让他在山西站住脚 他在这儿 我长天睡不着觉 1945年7月 随着中英美三国 敦促日本投降的 波斯坦公告发表后 日本帝国主义 已是日暮穷途 为了抢夺太原 阎西山已顾不得 遮遮掩掩了 下令底下两个市长 准备好兵力开大 强 1945年8月6日到9日 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 投下了两颗鸡蛋 不是原子弹 这两颗鸡蛋呢 可就要了日本的命了 日本军国主义啊 彻底的垮开了 也就是这原子弹 啪 震惊了世界 8月8日 苏联宣布 对日宣战 此日 百万苏联红军 向日本驻中国 东北的关东军 发起了总攻击 8月9日 毛泽东发表了 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这篇文章 号召一切抗日力量 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 配合苏联红军 和其他同盟国作战 最后 八路军总司令 诸多下达作战命令 令各解放区 抗日武装部队 向附近的城镇 及交通要道的日伟军 发起反攻 日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 全线崩溃 8月10日 日本政府发出起乡召会 14日 日本正式接受波斯坦公告 由天皇发表 停战诏书宣布 无条件投降 这里头就说明一个事 任何的侵略者 是必败无疑啊 在咱们中国有句老话 多兴不义 必不立啊 小日本败了 与此同时呢 阎西山抢占太原的行动 也就开始了 这阎西山呢 马上布置部队 以最快的速度 驳回太原 紧接着啊 自己动身也倾覆太原 他在没去之前呢 他先给太原的日本兵打了电帽 就日本的最高长官 驻守太原的 这电文是这样写的 本人以接到重庆政府的命令 任命为第二战区的寿乡长官 所有驻山西境内的日本部队 军归本寿乡长官 扶责处理 电报排出去之后 阎西山 左脚一抬 右脚一落 是进了太原城了 阎西山一进太原呢 思绪万切心有感触 离开八年之久啊 我老阎 终于回来了 哈哈哈哈 我回来了 这眼泪是刷刷往西掉 进入太原的当晚 阎西山立即召集 高级军政人员和山西省长等人的联系会 商议战后的事情 在这会上啊 阎西山布置了一切任务 在这会上 他这个战斗任务 说得非常明 各位 太原回到咱们手中 不过 现在在山西境内 还有一伙势力 就是共产党 所以现在当务之急 就是防共 防止共产党夺咱们的天下 这是首要的 明白吗 是 明白 把话说明白了 底下就知道怎么办了 那么对于日军 这阎西山一想怎么办呢 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有了 在山西境内的大批日本兵啊 我何不给他废无利用 他也能想招 他想出了一个叫无力寄存的方法 你听这玩意多新兴 无力寄存 这玩意有寄存处 寄一个包裹来寄存在那儿 自行车寄存处 人家阎西山能搞武力寄存 你这日本兵不都想了吗 我都给你收编过来 你投降了 你把你的部队寄存到我这儿 唯有我利用 我拿你这些日本兵啊 打击共产党 打击共产党的军队 保住我山西的地盘 你说他多会想着 想到就干了 马上阎西山找到了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 成田内次郎 把这成田内次郎找了 咱们研究研究 你们国家投降了 山西大部分的日本兵啊 我采取一个无力寄存方式 暂时呢 这个军队还在我山西待了 不过呢 就换装 换上我们进军的服装 帮我们进军摊牙地面 维持地盘 不知一下如何 而且呢 我们这儿 还给你优厚的条件 留下的 提升三级 给关 愿意走的 那就回去 哎呀 这个日本山西派遣军司令官 一琢磨这是好事 这军队要留下 随手换了装了 投了降的 但讲来往大着的 你杀进来 卷土重来 哎 那就是一股力量潜伏在山西 就跟着阎西山一商量 两下就达成了协议 这些日本兵啊 脱去了日本服装 换上了进军服装 留下好几千人 咱们大部分回到了日本 有人就问啊 员长问啊 咱们把日本兵留下干什么 阎西山乐乐 这打仗啊 战争就跟坐买了一样 咱不能赔老板 这几次大战啊 咱们现在箱子子都空了 咱们就来个借刀杀人 佐料这些日本兵 不也都废物吗 咱就废物利用 滑得晕 胡适淡淡 占领好几个地盘 都是咱们山西的 咱们得想办法 把这些地盘夺回来 以咱们现在的力量 根本达不到 做不了 所以啊 我就想了个招 夺这些地盘的时候 让这些日本兵在前 咱们这进军在后 哎 让他们冲锋陷阵 咱不就把老本 堡住了吗 这跟做买卖 是一个道理 咱便严本上汤啊 这阎西山搞了武力寄存 紧接着 他要在八路军 手中 把地盘夺回来 特别有个地方 阎西山啊 心里头为这事都睡不着觉 这个地方叫上岗 上岗啊 是指长治为中心的 近东南地区 这里的地势写药 群山魂暴 东智太昂 西聚太越 南连中条 为自古的兵家必争之地 在战国的时期 韩国在此设置上党军 秦朝时为三十六军之一 并因此而得名 抗战时期 伯一波带领 决死一纵队 三纵队 配合以刘伯成为市长 邓小平为政治委员 徐向前为副市长的 八路军 129师 在上党地区 创建了近东南抗日根据地 现在的上党啊 在解放军的手中呢 因为这日本一投降啊 八路军就改了称号 解放军 延西山睡不着觉了 这地方非得把他拿回来 不能落在解放军的手中 所以他命令石沟波 带领一万七千人的军队 进犯上党 而且延西山命令石沟波 不惜一切来让 要把上党夺回来 上 大部队是勾奔上党 还真不错 先后占领了长子屯流 长治等线 估计占领九个线 把电报排给了延西山 捷报一到 延西山乐得嘴都喝不上 好 我的目的就是一把尖刀插入上党地区 然后消灭禁忌鲁据解放军的主力 恢复我这个地区 可这延西山高兴的事件呢 没有多久 禁忌鲁豫军区 根据中央的指示 准备夺回上党地区 刘伯成 邓小平确定的战略是 先夺取长治外围各城 然后 歼灭由长治出源之力 而后 供许长治 八路军接连攻下了长治外围 将史则波围在了长治城 史则波连连向延西山告急啊 请延西山抓紧支援 延西山又派彭书兵为总指挥 带兵支援 这延西山呢 临走的时候 看了一眼彭书兵 彭总指挥啊 上党如论如何 得拿回来 只许胜 不许败 如果要败了 你就低了人头来见我 是 延长问 你放心吧 我骗得一死 也要把上党多挥 出发 增援部队来了 这刘伯成和邓小平 听到了敌军来源 一方面继续攻打长治 吸引来源之敌 另一方面 调集太行纵队 和太阅纵队的主力 以求歼灭敌人于运动制度 八路军把这延西山的增援部队 包围在古廷川南老一岭地区 经过五天战斗 原定大部分被监 总指挥彭淑斌被打死 副指挥被抓获 哎呦 阎西山连本上仓 损失惨重 被围困在长治的石泽波 建援军被监 只好突围 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八路军包围 大部分被监 石泽波也做了俘虏 这上党战役啊 阎西山损失了三万五千多人 各军政人员被抓获的 级别都比较高的 也有一千人左右 哎呦 这个消息啊 传到太远了 阎西山一票坐在板凳上 心里在那儿坐牢 我老爷当初就说过 蒋介石不可怕 日本人不可怕 可怕的是八路军啊 那么阎西山马上召开会议 现在由公转向首 现有的咱们些地盘 看住了就行了各位 看起来啊 咱们连本上舱啊 损失残住 没有办法 说想跟八路军争一盘 暂时啊 咱们还争不过人家 不过这里都不发现个事 各位 所有咱们这些老百姓 百分之六七十 都向着解放军 向着这些八路军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 你想 咱们指谁啊 咱们也指老百姓啊 那么老百姓 按中要是 跟他们这所谓解放军 要勾在一起 咱们就更安了 所以 咱们得采取一些措施 大伙一听 袁长官说采取措施 那采取什么措施啊 呃 请长官指示 好 阎西山呢 就宣布了几样措施 叫三字传训 这三字呢 就是自清自卫自治 对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进行迫害 有一位女英雄 叫刘胡兰 就是死于 他的三字传训的暴政 阎西山还成立了特警队 加以鞏固其统治 这个特警队的头子叫梁化智 这梁化智手下呀 有一堆特务 把这些特务派到了解放区 收集情报 刺探军情 打探消息 反正的说吧 这特务开始就忙不上了 这特务呢有个口号 这口号叫做 宁教冤枉的好人一千 也不许漏掉一个共产党员 特警队杀死了许多共产党人 像山西大学教授徐晖中 徐慧云 中共清源县委书记刘英等人 都被害了 阎西山还成立了反干团 专门教育监视 被解放区俘虏 又放回的禁军干部 他怕这俘虏啊 这些干部为解放区服务 就下令反干团成员 在身上赐字 反干团成员被迫在身上 赐下了反共灭共 誓死反共的字样 那么阎西山是有理到外的 十分加小心解放区呢 他时刻的警方 他也等待着机会 等待着蒋委员长 那么蒋介石 终于把反共的大幕 拉开了 一场国内战争即将爆发